连日来,河南省永城市采梅陈县区的千亩水稻进入收获期,亩产达到800公斤左右,为陈县区生态修复保护提供了新的治理模式。 在永城市采梅陈县区的水稻种植基地,几台收获机一边在田野间来回穿梭抢收水稻,一边往运货车厢里卸载稻谷。 你看我们装的这个优质水稻,一大宝马。 河南省永城市是我国无烟煤基地之一,因为采梅曾经出现大面积的陈县区。 近年来,当地政府不断加大采梅陈县区综合治理力度,在适宜的地面陈县区内进行水稻种植和余偶混合种养等多种方式。 不仅让昔日的采梅陈县区撂荒地重新焕发生机,美化了生态环境,也增加了农民收入。 下一步啊,我们要结合永城实际,创新更多的采梅陈县区治理模式,打造更多的高效农田。 我们下期待会议的采梅陈县区。